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喂喂 老薇听一下我声音正常吗现在 麦克的声音怎么样 喂喂 现在大家听我的人声和琴声的比例怎么样啊 我现在今天中心调试的设备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现在 大家觉得怎么样现在 喂喂 喂喂 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有点不大清楚 喂 1 2 1 2 3 4 1 2 3 4 1 2 钢琴有点大了是吧 我今天是用了Mode X作为了这个音频接口 然后麦克风也绑定了这个Mode X的这个效果器 大家来测试一下怎么样现在 我现在放一段这个电脑上的音乐 大家看能不能听到 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 再试一下啊 现在能听到吗 还不行吗 等一下 喂喂喂喂 人声和电脑声音其实现在是走的Mode X 但是可能有点不正常 等一下 啊 啊我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怎么样 等一下啊 选择播放声音 麦克风摄像头设置 OBS Merge 1 2 行吧 那我们走路 反正也基本上是不会 这个 基本上是不会 我的琴上怎么了 怎么这么些疤 大家是不是看到我的视图了 喂 现在怎么样 1 2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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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现在人声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人声怎么样 1 2 1 2 喂 现在怎么样 稍等一会儿啊 嗯 是不是一开始还可以啊 大家等一下 我关了腾讯课堂 一会儿再进来一遍啊 哇 现在还不让不让关闭 现在还不让关闭 我的天呢 等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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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样 大家感觉能好点了吗 现在怎么样 现在呢 How about now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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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上课 使用硬件加速编码器 好 OK 各位同学们 麦克风 麦克风声音等一下 我调一下 调一下 这个腾讯课堂不让提前测试 这个实在是 我说呢 我说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个效果器什么都给我关了 怪不得了 等我加个压缩 下一路压缩 好 现在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现在这个声音怎么样 喂 喂 最大音量 你知道吗 这个刚刚重启ModiX之后 把我挂的压缩器什么都给挂没了 我再加上一路 加上一路这个压缩器 加上一个parallel 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的人生是不是听上去清晰了很多 现在大家感觉怎么样 这个 喂喂喂 one two three four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开始 是不是现在听上去更清晰了 是不是现在听上去更清晰了 咳嗽咳嗽几个月了 还没好 咱们先赶紧快刀乱麻 把上一节的这个伴奏肢体这块给讲完 好 现在是7点59分 咱们现在开始上课 咱们先把上一节课的这个伴奏肢体部分的这个内容讲完 大家翻到咱们学员材料的这个第18页上 咱们上次是到了这个18页最后下面这块停下来了 对吧 咱们上一次这个正文部分的内容讲的是这个律动 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在一个四拍的曲子里面弹出三拍 对不对 或者在三拍的曲子里弹出四拍 所以说呢 它其实里面有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正常来讲 大家的节奏都是什么 一 二 一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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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是比较平衡的这种拍子是吧 到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来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数的方法给它变一下 变成什么样 大家看 如果你把二加二加二等于八的这个形式 二加二加二加二等于八的形式 变成三加三加二等于八 或者说三加二加三等于八这种形式 你的这个律动感实际上就出来了 对吧 等等又出问题了 又出问题了 稍等一下 这附近了 等一下啊 这个谁还记得这个ModiX锁屏幕的这个快捷键是什么呀 F你还记得这个锁屏幕快捷键的这个锁屏幕的快捷键是啥吗 ModiX上的我又忘了 刚刚不小心切了个音色 好 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这个律动你把它换一个数法 你原先是1234 1234 Shift加Audition OK Shift加Audition 好了 这下锁住了 非常好 好 咱们讲这个律动 是吧 我们刚刚讲你正常人的这种数拍是1234 1234这么数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游戏改一改 改成3加3加2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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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什么3加2加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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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律动感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就是你在四拍的曲子里弹出了一个三拍的感觉 那我现在不数拍啊 大家在心里默默的这个数拍 大家听一下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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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 2 3 4 1 2 3 4 是不是你就给人一种过于这种稳定的感觉 对不对 是吧 你如果把它强弱的出现的规律 从原先很这种规整的 1 2 3 4 1 2 3 4 变成这种是吧 1 2 3 1 2 3 2 3加3加2 或者说2加3加3 这么一种一组合 是不是就给你弹出了一种非常有律动的感觉 是吧 大家能听明白吧 好咱们看 这就是其实律动的一个小概念 大家在弹平时那种伴奏的时候 在跟一些曲子弹伴奏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本来想给大家放一首歌演示演示 我放一下这个Windows的歌 大家能听到吗 大家能听到音乐吧 现在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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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2 3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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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你在平时你数拍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你原先数拍是 1 2 3 4 这么数拍 然后你现在把数拍的这个感觉 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1 2 3 4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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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3 1 2 1 2 3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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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大家能感觉到这个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 是吧 你原先大家正常的情况下来数拍的时候是 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曲子吧 我想想啊 喊拍子的声音很大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设备稍微有点问题 1 2 3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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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听 如果你这个 其实咱们所说这个律动 它就是一组强弱音频繁出现的这么一种规律 是吧 如果你出现的规律都非常的可以预测 非常的稳的话 你的律动感就比较弱是吧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你看如果你是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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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把这种4加4的领巴变成3加3加2 1 2 3 1 2 3 1 2 1 2 3 1 2 3 1 2 好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本意思 然后在这个19页里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简单的利用控拍三连三连音这些方法 就是把你的这个伴奏稍微弹出一点点这种律动感 比如说来看这个例二 来看这个例二 我现在把这个V2放到我们投到我们的这个瓶上 今天很可能要拖一下糖了 因为今天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好 大家看 咱们的这个例子里面是不是 倒操操操 你这就是一个控拍 咱上这个课是不是讲过你制造律动的时候有一些方法 就比如说是可以制造控拍的方法 对吧 What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笔居然又不好用了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这个设备老师出问题 去 这样吧 这个我今天我这个触摸屏出了点小问题 这个还没法推出来 把设备 好 好 我们先给大家拖会子 拖会子看一下吧 好 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空拍在这里 对不对 你看 倒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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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第一拍给空出来 当然通过简单的一些空拍的方法 就可以做出一些比较简单的律动 是不是 咱上学课讲过就是空拍 你如果是故意空出一拍 其实 空 空拍 对吧 你看是不是就是 咱这个就通过一个空拍 就减 不好意思 是立二 大家能感觉到这个是通过我们的空拍 就制造出来 非常简单 就通过一个修纸符 是不是就制造出来的一种 简单的律动 是不是 你如果只是没有任何这种空拍 只是四平八纹的 它不好听是吧 大家一看 第五小节这个地方 通过一个这个什么 我们的浮点还有三连音 是不是 你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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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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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就简单的几个方法 帮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什么制作力动的这个方法 它就给制作出来了 对不对 那继续往下看这个例子 是 好 这个第三 大家看这个二系列的第三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I's on me 就是我给大家这个把一个普利给简单写出来了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伴奏是怎么来进行的 好 大家看到了吧 我这个地方是通过一个连奏 对吧 这个地方我是通过了一个 连奏 还有一个 这两个连奏 然后呢 让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音 是放到了一个什么 是我们把这个两个强盘给它空出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大家看到这个骚啊 这个骚是不是就是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 本来是这个骚的强音 本来应该是出在我们的强盘上 现在放到了弱排上 好 我们下 后面都比较正常一些 是吧 后面也就是 其实后面也是通过一些这个手段 比如说第二小节 实际上是把这个重音提前了一盘 放到了这个什么 放到了这个第二盘的这个 放到了这个第二盘的最后的这么一个拍点上 是不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相当于是把后面的重音往前提了一下 对吧 好 往下 哇 这个地方又一个空拍 对不对 好 下面又是通过我们的弗点制造了一个小简单的小律动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的这两个音 一个骚和这个后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音 全都是在这个弱排上 一二三四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是吧 我们的这几个音都是 后面这个是个 是个 不好意思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标准的位置 就是这个 我们的前面的这个音 是实际上相当于把我们这个重音提前的 对吧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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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这个又有弗点把这个重音放到了这个弱排的位置上 往往下 大家一看也是哈 我们这个RE也是出现在这个弱排的位置上是通过一个弗点的形式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弗点的话 它就会是吗 你看 过于的死板 是吧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大家看吧 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简单的弗点的手段 就怎么着 就制造出这个一个律动感 对不对 好 往下看这个谱子 后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看 这个给大家的这个普利里面 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就是一个弗点 对吧 这里一个弗点 这里一个弗点 然后还有一些故意的一些 这个控拍 是吧 第一小节的控拍 就这么一个简 这么几个简单的手法 你拿出来之后 它你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二 二 三 你看我这个 刚刚的这个 我的左手的这个right和me 全都是在这个弗拍的二拍和四拍位置 对 这是需要比较强的协调能力 这个就是在于平时的这个练习 好 所以大家 这个能通过这个例子 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 是吧 其实你在平时练的时候 只要注意一些小手段 比如说使用浮点 对吧 这里的浮点 还有一些故意的控拍 故意的控制一些这种 原先应该是弹墙盘的这个位置 你这个律动感 这样就是能很简单的做出来 好 但我看下面这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 是吧 然后咱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一些分解和弦和注释和弦 你把它结合起来 对不对 先是一个注释 半分解 注释 然后这是一个开放排列 然后通过两个空拍 这两个空拍 让你缓一下 你不要一直这个打 不要这个 这样不好听 控一下 控一下 然后把你的这个 像你的分解 注释 把它结合起来 好 大家注意看这一小句 这里面就用了一个切分 做了一个律动 对吧 打打打打打 one two three four 打打打打 打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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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 就比你四平八稳的弹到这种 好 比四平八稳的弹注释和弦 和分解和弦才叫好听很多 是吧 好 大家继续看我们的这个书 所以说你看上面的这几个例子 是吧 大家拿手说来 但上面的这几个例子 就是有几个基本的手段构成的 对吧 上面是注释分解控拍 还有缺拍 是不是 但埃兹阿密里面 就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些辅点 还有一些 就是你故意的把这个墙拍空出来 这个手段 来把它弹出一种律动感 是吧 你这特定的这种手段 你把一些 就是说 你特定的节奏 使用形成的一种套路 它就形成了一种风格 比如说这个bosa是吧 它的左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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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是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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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其实就是两个节奏复合起来 是吧 左手一个 这种负点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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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说大家平时 大家平时 你闭门造车 它是肯定不行的 大家是多听 多听 你就是要掌握这种风格音乐最高效的方法 就是多巴谱 多去彩谱 你将把你听到的节奏拆成一些基础的元素去练习 就是你注意看 有些曲子里面它喜欢用切分 是吧 有些喜欢是这个像你的敷点和切分 这么结合起来的 是吧 就是你通过去模仿 你像这个通过刚才说的bosa是一回事 你像这个tango 下琢磨的话 可能你弹出来有时候会比较尬一些 好 影响肢体的其他要素 影响肢体的其他要素 其实咱就讲 就是你咱们讲过制造张力的手段有什么 音色上的 对不对 有音色上的 有这个和声上的 有节奏上的 接下来就是你的这个音色 对不对 你像你演奏肢体时候这种强弱 快慢 缓急 还有你的这个分解和弦是怎么 朝哪个方向走的 你的这个分解和弦 排音的方向也会对你的这个 伴奏产生影响 比如说咱一看 同样的这种 注视和弦 分解和弦 你把它弹快了 弹慢了 或者把它排列的密集了 排列开放了 它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下面 我给大家列出了一个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是注视和弦 你弹的比较强的话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充满了什么热情与动力 当然你是比较需要有这种很强的动力的时候 你在平时给流行弹一些这种比较需要激昂感觉的这个曲子的时候 你用这种比较强有力的注视和弦 是吧 它给人一种这种热情与动力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把注视和弦弹得比较弱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有一种非常委婉到来的那种感觉 是吧 如果弹得很强 那你这个感觉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是吧 你看同样一个注视和弦 你把它弹得比较力量 和你弹得比较弱 好 那如果你注视和弦弹得是比较开放的这种感觉 它给人感觉就是比较宽阔宏伟 但是你如果弹得比较密的话 是吧 这是比较密的这种排列 对不对 那你要弹得比较快的话 弹得比较慢的话 是吧 所以说你的这个影响肢体的 除了是你的节奏 还有你的和声以外 你这种强弱快慢 还有你的这个音区的这种分布 它都是有这个有关系的 是吧 像分解和弦也是 如果你弹的这个分解和弦弹的这个比较强 比较这个快 那你如果弹得比较弱的话 它给人感觉就不一样 是不是 好 再一个给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大家在弹这个肢体在编排的时候 你需要根据乐曲的情绪与变化 选择适合用的肢体 比如说你需要弹一个这种革命歌曲 对不对 革命歌曲的话 你就一定要弹的是吧 要用这种比较强力的这种注释和弦 那你这样就选择合适的这种肢体 对吧 咱们刚刚讲了 你不同的这种伴奏肢体 它有这种 你的这种排列 还有你的强弱 还有你的快慢都会有影响 是吧 好 那么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说咱的初学者 大家提起精神来 这个地方 初学者最常见的一种问题 就是说你在排列这种分解和弦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什么 直上直下 原路来回 对不对 这是初学者里面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弹分解和弦的时候 很多朋友是这么弹 是吧 这叫直上直下 原路来回 这样弹的效果是不好的 你这么弹其实就和你这个练音接爬音里面 那个爬音是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大家注意 你的这个分解和弦 你 它也是具有旋律的特性的 对不对 咱们说旋律是什么 旋律就是一定要有起伏和这种婉转和回绕的感觉 你像同样的这个音 你这么弹就是爬音 如果你这么弹 你看它你的这个旋律上有了这种 大家看我的这个给大家标出来的 有了这种起伏 有了这种变化 那你的这个东西旋律性也比较强 那如果你加上了这个 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add to 大家看到了吧 我的这个没有说直上直下 如果你直上直下 它就不好听 首先你看我打乱它的排列顺序 然后呢上行到一半的时候转回来 然后这么迂回的这么进行 你看如果我下行的时候 转一圈回来 再转一圈 是吧 它你听上去 它就比较好听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虽然说咱说伴奏肢体啊 你不需要很强的旋律性 但它是依然是包含有旋律的这种属性的 对不对 它会对你的旋律起到一种支撑 和一种这种反衬的作用 是吧 就相当于加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的这个肢体里面 如果具有了一些旋律的要素 咱们说旋律的要素是什么 就是指你的这个 你要有一定的这种 这种这种线条 是吧 你不能说是一个直上 一个直下 你这样就不好听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肢体如果是具有了旋律的特性 然而是具有旋律特性的话 你就不可避免的要用很多的经过因 和辅助因 来做这种迂回和环绕 咱们是不是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迂回和环绕了 是不是 你看比如说我要弹扫刀 如果我要迂回到环绕到这个刀上 我可以怎么办 这是不是迂回环绕 看到了吧 转一圈 迂回一下 环绕到这个Ride上 以Ride这个目标 看到了吧 迂回环绕 你的这个线条的方向的话 我今天这个笔不好用 给大家不大好演示 我找一个笔出来 现在也没法重启 一重启这个课就断了 嗯 我在这上面给给大家这个纸上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这个如果你看你一个直上直下 对吧 你一个直上直下 它一定是不好听的 如果你中间以一个音作为一个是吗 圆点的话 你周旁边的两个音向中间环绕 环绕上去之后再上去 然后呢 交错这么进行 是不是 大家我如果弹龙卷风的话 对吧 是不是